可能你現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螢幕片側部正向部 沙爛器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亦希望大家幫忙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先讀一下網友的留言 Eddie Wong 說 蜘蛛俠一年重拍三次 看到《想咬Hollywood》的電影 真的差了很多 過去幾年疫情期間 拍得出的好戲是很少的 但是不是沒有好戲 其實 其實是有好的戲 但是 我的看法就是 好的戲現在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在小眾的戲院上 現在《荷里活》的電影很有趣 他們到現在都是產了很多電影的 商業電影當然是 在那些大戲院製作 那些大戲院製作 現在《Done and Tucker》 他們說是否很多位置的戲院 其實也不是 但是 那些大戲院製作 我認為是一些 商業比較重的電影 他們還有其他電影 是很重的 就是《荷里活》 又不是只是 《Marvel》 或者 只是 之前有上的 我也是憑記憶說 之前是《法拉里》那些 其實他們 拍多了傳記式的 東西 但是 是不是 每個人都適合看 那 我覺得《荷里活》電影 是很公式化的 如果是商業電影 是很公式化的 基本上 但是不是沒有好戲的 因為我認為 《荷里活》電影 其實近來有幾套都很好 譬如 舉個例子 《One Life》 《One Life》這套 電影 就是講 Sir Nicholas Winton Sir Nicholas Winton 他如何救那些猶太人 他是 我認為那一套 這套算不算是 即是《荷里活》電影 我認為是 這套電影 在美國未上 這套電影 這套電影 在美國 是3月15日才上 英國就已經完成了 英國可能也未落話 英國可能也未落話 那套電影就是 講 Nicolas Winton 在捷克那裡 如何救那些人 我不是幫他們做宣傳 你們講開電影 即是《荷里活》電影 我認為近來有些 什麼我認為都算是 好的電影 我們這套電影 也未落話 即是《One Life》這套電影 我認為是可以看的 我當然不是幫他們宣傳 我當然要說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香港會不會上 香港會不會上 這些我是不會知道的 其實《荷里活》 其實就是因為套路太重複了 拍完又拍完又再拍的 其實就是 也感謝Ritter Ho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非常感謝你 左德說 《蜘蛛俠境在》幾乎 《Cross Over》所有 《Marvel》的英雄 因為《蜘蛛俠境》 《漫画》 本身是《Cross Over》所有 《Marvel》的英雄 即是他從漫畫中變成 這些東西是出來的 那麼 孫昆就說好故事都變成電視劇 因為 這個是 美國他們的串流興起了 即是Netflix 就算Disney Plus 其實他們都是搞很多電視劇 現在 大家都是在追逐大家的時間 即是他們現在 基本上是在追逐大家的時間 電影其實 他們要找一些很 穩定的商業模式 舉個例子 做Pokemon 那些一定有 年輕人去看的 做Mario Brothers 那些一定有 整家人去看的 就算連Wonker 他也是有整家人去看的 現在他是很穩陣的 做電影的商業模式 他都會拍一些小眾的電影 我舉個例子 有另外一套 我之前也看過 The Boys in the Boat 就是 華盛頓州大學的 Rowing Team 即是他 怎樣在 1936年 柏林的奧運 怎樣贏 他就是 那一套 其實有益虎詩甜 即是美國他們的電影文化 是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叫人家益虎詩甜 因為那一套 The Boys in the Boat 其實那本書就很久了 本書就寫了很久了 他是近年才拍的 在疫情期間拍的 當然 這本書的故事 拍電視劇也可以 我認為 這本書其實是一本小說 但是 是有真實背景的 那些人是真的 如果是照著那本書去拍的話 拍電視劇是沒有問題 但他們結果就拍了一套電影 即是The Boys in the Boat 這就是講 賽艇隊 那麼 他們那個賽艇隊 當然 因為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是那些窮學校 即是華盛頓州大學 是窮人才去的大學 就說那個 主角 基本上是 不得溫飽 才走去餐廳 才走去餐廳 那麼 其實現在在美國 是不是也有些人不得溫飽 事實上也是 所以 在美國上這些電影 其實他們是有 局名感的 因為 那時候就是大蕭條時代 現在也好過大蕭條的時候 當然是 但是現在有些人 當然是吃不飽的 那麼 那麼 Happy Wonder說西人電影 他比較喜歡澳洲電影有內容 如果你住在澳洲的話 看澳洲電影 就 認同感比較高 但是 說真的 澳洲電影有一個很弱的地方 就是 如果不在澳樓住 就算是紐西蘭也好 那些人都不太喜歡看澳洲電影 就是 他有一件事是特別弱的 就是 因為澳洲很特別的 因為他是一個自己自成一國的地方 很多東西都學美國 但是他是自成一國的 不同的州 其實已經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他是 當然很多時候 拍澳洲電影 就是墨爾本 或者適理 那些 住在其他地方的人 感覺都不太容易 有時候拍出來 就是 很有趣的 因為有政府資助 在拍的那些故事 就是 在北領地 我不知道我是說得不合不合 Happy Wonder 你可以更正我 其實澳洲的電影 很多時候他自己拍的 都是拍北領地的人 怎麼慘 那些故事 又是說一些礦工 很多都是這樣的 其實外面的人是看不明白的 說真的 那些人真是不會理解的 那 Sam Pick Lamb也感謝你的支持 很感謝你 孫坤就說 《州處除三害》 這套也是值得看的台灣電影 昨天我跟朋友也有談 我們吃飯有台灣朋友 他也沒看 不過我也說 這套是近年台灣電影最好看的 就是《州處除三害》 這套是值得看的 《州處除三害》 是值得看的 你是看到有上畫的 那其實 這套是可以看的 這套是很棒的 這套是很棒的 那 兩方就說 李小龍在大學畢業 即是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他們 如果說回那套 The Boys in the Boat 其實 香港就不會上了 我相信 因為香港也 我認為香港沒有人會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什麼人會玩賽艇 蔡龍舟就會有 賽艇就很少了 還有 不會有什麼認同感的 現在是由志及興的 即是說大蕭條 沒有什麼認同感的 哈哈哈哈 還有 我也覺得這套 有些人說拍得很壞 但它是一套電影 即是它不能把這本書的細節 全部說出來 即是The Boys in the Boat 這套戲 但我認為也是值得看的 我認為也是值得看的 Dosa 說李小龍是耶魯大行 Edmum 說 Red Dog 澳洲 其實澳洲的電影很有趣 其實澳洲的電影很有趣 他經常都有電影出的 但你在哪裡會看得到 即是坐澳航的飛機 基本上 其他地方的電影是不會上的 你坐澳航的飛機 特地選擇澳洲的電影 他們每年都會有新電影 哈哈哈哈 哈哈 Edmum就是 Red Dog 的背景 中了我所說的 其實 人們看不明白 Red Dog 的電影 即是我的看法 看不明白 哈哈哈哈 Camp City 澳洲片 最好看的 《米露吉瑞》 《霹靂神探》 《露素飛車檔》 哈哈 是很舊的電影 近年應該不是這些電影 我不敢說 其實澳洲電影 以前我看的澳洲電影 全部都是在飛機上看的 我是不會入戲院看的 因為在澳航的飛機上 他一難就是看澳洲片 哈哈 Happy Wonder 有說原居民的故事 和同性戀者 是他比較多這些 原住民的 所以他就去找北領地 其實我還沒去澳洲工作之前 我也不知道北領地是怎樣的 哈哈 哈哈 只是去了工作才知道 他在減屈 而已 所以才能看得明白 其他人很難理解 我認為其他人很難理解 尤其是 蘇騰京一就說 周朱徐三看 Netflix就有了 Edmum就說 Scarvies 這個新西蘭電影就好看 這是新西蘭電影裡 算是最經典的一部 哈哈 但是沒有什麼人會看 我的看法 基本上是小眾的 澳洲電影 說真的 怎麼會在香港有影響力 沒有的 我也很現實地說 沒有影響力 現在就算在荷里活 他拍了很多 一些比較 商業味道這麼重的電影 在香港也未必有得上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例如我剛才所說的 The Boys in the Boat 都不會在香港上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因為有其他電影 香港本身自己也有產電影 是不是 那麼 你沒理由 上了別人的電影 以及荷里活 其實是不是沒落 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們的編劇罷工 編劇演員罷工 他們影響了他們的製作 但是他們已經回來了 他們現在已經回來了 現在開始改變了 現在已經回來了 兩方說 台灣的八尺門的 辯護人 都十分正 這套我沒有看過 這套我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 Dosa說 新西蘭電影《港琴別年》 最好看 其實這裡已經拍了很少電影 這套現在 基本上是很少自產電影 少到不得了 疫情期間的時候 有優惠給別人拍攝的 所以我當時說 在香港找到 Nichol Keatman 尼哥 Keatman 去拍 根本是很棒的 這件事 不過 連香港也不能上 這個 Prime Video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些 究竟是不是現在的 氛圍搞到 這些都不能上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 將香港變成很有活力 經濟上很有活力 的城市 現在都是一個問號 我也說 一個問號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裡 本來沒有打算說 這些也是 待會再回來 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